就要Squake跟HTML結合 我覺得有一個還不錯的範例是HTML編集器 這個東西各位應該看過對不對 你不是有用W3COOL W3COOL裡面不是有那個HTML編集器 W3COOL他做的蠻好的嘛對不對 但是每一個範例在這邊就try yourself 你就這邊加一下 然後按submit 就有了 這不就HTML編集器 我們能不能自己寫一個 需要多少程式嗎 其實不多 這個東西反而很容易寫 因為他就是 就是好的結果顯示在這裡 那怎麼做呢 我這邊寫了一個HTML編集器 而且我的編集呢 我希望它更彩細一點 所以我連CSS都弄一塊讓你可以編 不只是HTML 那你也可以把CSS 部分編好 HTML編好 兩個合起來的效果就放在這裡 那怎麼做 我確定這裡 這一個連結還好 就不可以有 可以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這樣 OK 那按顯示結果 這邊這樣 你可以改一下 改一下 比如說我在這邊放後面加 好 看看有沒有 有 OK 所以 它確實有把這邊的東西顯示在這邊 看得出來 好 那 而且是 包含這一個 CSS 套用在這一個HTML上面的結果 會呈現在這裡 所以你看這個有套用過的結果 黑的白字 那 這個東西怎麼做 好 原始層次碼 是 不算太短 但是 也不算太長 首先呢 我們有一個關鍵是這個convert函數 convert函數 然後它有兩個 基本上牵涉到三個 三個節點 這三個節點 一個叫CSSbox 一個叫Editbox 就是編輯的畫面 這是CSSbox 就是CSS的編輯畫面 那 Showbox就是顯示的結果 OK 那 Showbox 是代表 它顯示的那個 我有用到這個 不確定 看一下 所以呢 我就讓Showbox的InnerHTML 就顯示的那個InnerHTML 就等於 AdBus的值 這樣 那 Showbox的 Style 的InnerHTML 就等於 CSSbox的值 這樣子 就合併 那 Showbox和ShowboxStyle 就是 來看一下 Showbox和ShowboxStyle 這個是我們排出整個界面 為了要排出整個界面 我們用了一個表單 然後用了一個表格 用了一個表格 OK 然後呢 裡面 有放了幾個Test Area Test Area 就是那個文字框 文字框 有色大小 文字框有色大小 然後呢 接下來 Test Area 這個Test Area 裡面我們預設放了一些 一些HTML的東西 其實這段可以不要 但是你每次都要重達類 所以就直接貼在裡面 所以這段其實是 是 是不必要的 一直到 一直到結束 預設貼入HTML結束 這一段都是不必要的 所以其實我們程式沒有多長 這段通通都是不必要的 好 OK 那 這個是 Test Area結束 這是誰的結束 是 Edit的Bus 也就是那個 這一塊 這一塊 對不對 這一塊 我剛剛 我們剛剛裡面 的那一塊 就是這一塊 那這一塊的結束 結束完之後呢 就變這一塊開始 好 所以當這個 這一塊結束完之後 這一塊結束完之後 就再換一個 換一個行 就 不是換行 多一個欄 再加一個欄 這個欄裡面呢 放的就是 Show Bus Show Bus呢 它就是 就是 高度500 BS 把它牽在 下一欄裡面 那 接下來 TR 就整列結束 然後 table 整個表格結束 form 整個表格結束 parti 之類 好 就這樣 所以程式在哪裡 程式 非常短 對 程式非常短 我看一下 真正的呼叫點 這一個是坦克的函數 主要的就是這個函數 那呼叫點就在這裡 有沒有 就這個鍵號 這個鍵號 也就是這個鍵號 這個鍵號 鍵號呢 onclick按下去 就呼叫轉換 所以 只有一個地方 程式的呼叫點就是這個地方 按下去就轉換 那 所以呢 當你按下去 它就轉換 然後就會呼叫這一個函數 把整個轉換 那呼叫這個函數把它轉換 轉的結果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看一下 它的 它的這個 show bus和show bus 我們把style 在這裡 我們放一個style 在HTML的那個開頭的style裡面 這樣它會套用到整個文件上面 啊 因為我動態的去改變這個style 所以 去插入那個style到這邊裡面 所以 它就會套用到整份文件的效果上連去 懂我意思嗎 OK 確定有問題 好 那所以這show bus style 就是你的套用的css 就是我們是動態法套用上去 好 那這樣就沒問題 重點在這裡 還有這個函數 只要你看得懂這裡和這個函數 還有整個HTML裡面的這幾個欄位的佈局 就OK 那執行的結果 就很清楚 那這邊我們有去解析啊 整個功能 整個功能 我這邊可以 可以趕的 我這邊如果整個拿掉 整個拿掉也OK 那你會發現 喔 就空了 對 好 那 好 那當我按這樣的時候 會兩步插連結就這邊了 欸這插連結骨可以按 可以啊 可以按 所以 你可以 可以 很容易的寫一個HTML編輯器 不是很困難 其實我們的層次 主要都放了一堆那個 綠色的 把綠色子拿掉那個層次超短 好 所以很容易喔 你要做一個HTML編輯器 真的很容易 當然你要做的 複雜的 編輯器當然沒那麼容易 比如說網誌裡面 常常會有 你可以加底線 加什麼那些 還有一個 視線化的介面 類似Word那樣可以做 那個程式就比較長 但是像這種 直接變認識嗎 其實很簡單 那各位請看一下這一部分 DHTML的最後 DHTML編輯器的部分